清华大学院经济学院的老师李道辉先生 他是我的好朋友 非常优秀的 他就说08年金融危机是富人危机 不是在华尔街有很巨额投资的富人的危机 这一次是穷人的危机 因为新冠肺炎影响更多的是 做的房子很窄 做一天工才有一天收入的穷人